一個深深的擁抱 感謝社工老師以及展望會 長期的關心與資助 台東成功鎮阿美族人羅志祥 時凡大學畢業之後 目前在桃園市一所國中擔任老師 日前趁著學校開學空檔 回到台東展望會分享自己的故事 鼓勵孩子們不要自我放棄 我們家以前的廚房是用茅草蓋的 那我們的早餐是泡麵 然後吃不完就留到中餐 小學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是展望會的輔助的小孩 家庭貧困的經濟 一度讓羅志祥打算放棄學業 但很幸運的當時的國中老師 引導他朝向田徑運動發展 學費部分也得到展望會的資助 讓他能順利升學 那上了高中之後呢 在第一次斷考的時候 我的數學成績只拿了 就是我生平最低分 只有37分的樣子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自己 就是達到37分鐘成績 對我自己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就開始努力讀書 他之所以不忠措 是周遭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協助他 包括他的父母 包括社工老師 包括學校裡面的教練 憑著田徑優異的表現 保送台東高中體育班之後 羅志祥音箱沒能如願考上台北體院 但十方大學畢業之後 他努力考取教師資格 用親身的經驗告訴學生們 不要輕易放棄自己 未來他也希望貢獻力量 幫助更多弱勢家庭的孩子走出困境 記者文革家庭台東市場的報導 到處互動